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记得自己姓什么 是谁家的闺女 连姨一天也不敢忘 你既然没有忘记 为什么还要离家南下 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你能找到对付南宫放的良策 现在这个局面 是你想要的吗 你们俩 都以为我是老糊涂 没看出南宫放的野心 冷吗 不冷 水边寒气重 阿娘 不用的 听娘的 我怕娘冷着 我再老 也会保护你们的 我一向对南宫放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放刃自留 让他一只独大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阿娘 不得不如此 说来听听 目强则折 兵强则灭 灵温为了光复正统 抗争了近百年 恐怕在您继承 阁主之位之前就 但说无妨 就气数将近 若不求变 恐怕都撑不到今日 更别提像汝金这般 披腻江北 主路江南 那你说 这是谁的功劳 阿娘长于识人用人 可南宫放 却时功不可没 如此 阿娘只能眼看着南宫放 一日日蚕食扩大 直至难以控制 如今江南的势力 名义上属于灵渊 可实际 早就被他掌控于故障 这是其一 其二 是我们灵渊的山头遍布天下 每一个山头 都需要钱粮补给 如果没有他 这一万多人的吃和住 谁来支筹 他说 要把江南的产业 交到元杰手里 换作是你 你敢吗 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无论是谁掌控江南 说到底 都是在替灵渊办事 只要能为灵渊所用 但用无妨 以后 他绝对不会容你们俩的 元杰果敢聪明 不乏谋略 但太过骄纵自大 你呢 从小天字聪慧 心思缜密 你以后一定要辅佐元杰 若元杰接替阁主之位 你也要接替南宫放的位置 如此 恐怕要您失望啊 为何 南宫放的手段 不似凌渊 反来云台 女儿在南都 一直留心观察云台之人 如何布局算计 可女儿总是后知后觉 终究摸不透 也学不到他们的精髓 何许学那公子香 我要你跟着南宫放回南都 看他如何对付云台之人 女儿当初为何离家南下 阿娘忘了吗 那个婚事已经取消了 我要你跟随他左右 是让你盯着他 学着他 才能有朝一日制衡他 可南宫放 又怎会看不透您的心思呢 只要我下命令 料他不敢推脱 我老了 我能为你们做的事 不多了 不要让我失望